這些是一瓶瓶的 鮑魚 它是油脂 這支油脂是怎樣的呢 在這邊開就像開罐頭一樣開的 這邊開呢 就打開了又吸收起來了 不過一般人都是撕開了兩頭 就把這支 塞進這架機器那裏 塞進這架機器那裏 然後手去拉這個trigger 這個咀就把裏面的油脂擠出來 那你的汽車裏面那些 什麼前面轉向 有一個包一個橡膠包著轉向的截的 那個位置就是給這些東西擠些油的 那其實你一般人就不需要用 那換油的時候叫那個師傅 喂 給我看看 擠一擠油 他就給你擠了 那當然要收錢啦 如果不是你的轉向 越來那一位會虧的 又不是每次擠的 我想你幾年擠一次就行了 他就經過過這些屁股 落到關節那裏 要不然關節就會老化